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今天这场华丽的线下活动中 粉丝们不禁惊叹于著名明星赵露丝纤细腰之的美貌 同时,我们还将了解演员陈哲远的27岁生日庆典 以及对他在即将上映的电影《白橄榄树》中的精彩表演的期待 加入我们,在今天的时事通讯中发现激动人心的新闻 赵露丝,在2023年11月1日的线下活动中 以绝美帝亮相,让网友们为他完美的腰臀比例感到惊叹 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观众们对他的美丽和魅力感到深深着迷 赵露丝在这次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无可挑剔的腰臀比例 他的身材比例完美无瑕,让许多人为之倾倒 他的风采和优雅似乎重新定义了美帝标准 使他从众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时尚的偶像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活动通常是名人展示他们的时尚选择和体态特征的平台 而赵露丝毫无疑问以他无可挑剔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露丝在这次活动中选择了一个更为低调和温和的风格 与他之前活泼可爱的熊扮演形成鲜明对比 展现了他作为艺人的多面性 他选择了黑色的头发,更凸显了他在屏幕内外的多样性 展示了他在角色和外在形象上的灵活性 明星能够不断重塑自己,总是令人着迷 而赵露丝成功地保持了他的粉丝的好奇心 让人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赵露丝与粉丝真挚和可爱的互动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与支持者互动时传递出的调皮和可爱氛围增添了一种亲切感 与人们产生了共鸣 他与观众的这种联系证明了他的真实性和他对与粉丝互动的重要性的理解 他能够传达出一种有趣和可爱的氛围,这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与观众的联系是他真实性的体现,也是他受欢迎的原因 赵露丝的魅力不容忽视,他的吸引力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外表美 他在与粉丝互动时表现出的真诚和活力使他不仅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和歌手 还是一位能够引起人们亲切感和喜爱的公众人物 外在美和内在美地完美融合让他成为众多人的心头好 而他的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他未来的工作和公开露面 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赵露丝的事业似乎前景光明 他能够轻松地在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之间切换 无论是在他的演员角色还是在他的公开露面中 都展现出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创造力 他已经在娱乐行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的粉丝可以放心 未来还有许多惊喜和令人兴奋的项目等着他们 总之,赵露丝最近的线下活动亮相是他魅力 风格和与粉丝的真挚互动的鲜明展示 他的完美腰臀比例和他选择更为优雅的外观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他与支持者的真诚和活泼互动 赵露丝能够轻松切换不同角色和风格 再加上他不可否认的才华 确保他将继续成为娱乐界的杰出人物 随着粉丝迫不及待地期待他未来的项目 毫无疑问,他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为他们带来快乐、 惊喜和兴奋 祝27岁的陈哲元快乐 期待在即将上映的《白橄榄树》电影中有精彩的表现 陈哲元,一位年仅27岁的演员 以其阳光、英俊和成熟的个性在娱乐界广受欢迎 他在演艺圈的道路充满才华、勤奋 并一直以卓越的表现为粉丝们带来无数惊喜 在庆祝他的27岁生日之际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回顾他的杰出成就 并期待他即将推出的项目 尤其是备受期待的电视剧《白橄榄树》中的角色 陈哲元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就是他那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形象 在一个常常充满激烈竞争和野心勃勃的行业 他能够散发积极性和温暖实在令人钦佩 他的阳光性格就像是他的粉丝生活中的一束光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舒适和快乐的感觉 这是对他真实品格和能够与观众建立个人联系的证明 在一个世界中 通常让人感到冷漠和冷淡 陈哲元的阳光性格是一种清新的改变 使他成为娱乐界中备受喜爱的人物 此外 陈哲元引人注目的英俊外貌 无疑让许多人心动不已 他的英俊外表不仅仅是肤浅的 他们是他的才华和魅力的补充 增添了他作为演员的吸引力 凭借他引人入胜的特征 他毫不费力地吸引了粉丝和观众的注意 使他在屏幕上的存在更加令人愉快 良好的外貌和阳光的性格结合在一起 为他不断扩大的粉丝群 和他在全球观众中的崇拜增添了不少分数 然而 陈哲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表和个性 他的成熟给人以安心感 在一个经常崇尚年轻的行业 他的成熟与年龄相比似乎显得更加睿智 这种成熟能够体现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中 使他能够为那些具有深度和复杂性的角色赋予生命 这是对他能够理解人类条件 并能够在屏幕上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能力的证明 在一个经常使许多演员都被固定在肤浅角色中的世界中 陈哲元的成熟使他能够探索各种角色和故事 使他的表演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陈哲元作为一名演员 在电影和电视领域的多个成功角色中脱颖而出 无论他是扮演可爱的浪漫主角 还是复杂的伦理冲突角色 他都能够娴熟地适应每个角色 他可以轻松地融入各种不同的角色 展示了他的才华和对表演工艺的执着 他的多才多艺使他成为了业内备受追捧的演员 并为他的表演赢得了评论家的称赞 除了演技方面的出色表现 陈哲元在音乐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通过他的声音传递真挚的情感 他的真诚和才华在他的音乐中得以体现 使他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与观众建立联系 他的音乐具有与他的个性一样的温暖和积极性 为粉丝带来了愉悦的体验 这证明了他的艺术范围 表明他的才能不仅限于演技 还扩展到音乐领域 陈哲元致力于回馈社会 这是令人钦佩的 他积极参与慈善工作 利用自己的明星地位 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传递温暖和关爱 他的奉献精神是他善良天性的体现 也是希望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愿望 在一个强调个人成功的社会中 他愿意回馈社会 为许多人树立了榜样 并提醒人们名人可以成为善的力量 在我们庆祝陈哲远的27岁生日之际 我们期待他即将推出的项目 尤其是他在电视剧《白橄榄树》中的角色 在这个情感丰富的故事中 他将挑战自己 扮演一名勇敢而充满激情的士兵 背景是战乱的环境 无疑会考验他的表演技巧 并为他的演技提供了一个 展示自己多方面才能的机会 这个故事关于在逆境中的英勇和爱的主题 必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 而陈哲远的参与只会增加期待感 《白橄榄树》是陈哲远 进一步巩固在娱乐界地位的机会 他对自己的工作的承诺 以及他能够融入复杂角色的能力 使他成为扮演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角色的理想之选 作为粉丝 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知道他将为这个角色带来他标志性的温暖 成熟和多才多艺 当我们祝愿陈哲远的27岁生日如阳光一样充满快乐 如《白橄榄树》一样高贵时 我们也期待他在事业上的持续成功 他的才华 勤奋和致力于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决心 已经使他踏上了伟大之路 通过《白橄榄树》和将来的其他项目 他有潜力成为娱乐界更大的明星 祝陈哲远生日快乐 愿你继续以你的阳光个性和卓越才华来取悦粉丝 愿你有更多年的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